大家好,我是吳細,這一節 看到七仙宇 現在走到無線LOW ViuTV因為收視,他也搞不定 以前曾經說他是收視複象 怎知道不行,走到TVB 現在真厲害了 今集有很多事要講 娛樂集感,跟大家講完娛樂圈 你不知道的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另外有個小狐鬚叫古明華 無線LOW了26年 人工很低 慘了拿獎後 反而還沒什麼做 現在回大陸開港式茶餐廳 闖出名堂 到大陸開茶餐廳 剛剛開而已 如果之前開洩,鬼死你 封城 看看這位前輩的最新動向 還有有人叫我說中年好聲音 吳偉豪的爸爸,你怎麼看 很多人說他很棒 又說吹口哨,絕招 我很難評評別人的絕招 當然一位老人家71歲 他唱歌當然有他的伎倆 他站在這裏 已經要給他一點支持 但好像很厲害 下面有人說他吹口哨很厲害 那我又表演一下 吹不到了 因為那些東西我也懂 他當然有他的味道 有人叫我平 我稍後再說多一點 他始終是吳偉豪的父親 有一個話題性在這裏 先說誰 先說說這個 古明華 原來都是無線的東西 整個節目今天都說都是無線的東西 他是2000年低調離開TVB的 做了26年 但當時其實是獲獎 我記得他是蘇姬 但感覺上沒有什麼發展 去到盡的位置 在ViuTV那裏拍過中佬不容易做之後 回到大陸 不拍攝 很多藝人做這行做到什麼的時候 都打算實地去做一些飲食那些 對 弟弟就是其中一個 接著我當然知道飲食艱難 他說回TVB收入微博 做茶水檔收入就是微博 讚你一個幾毫 真的很難說 你以為是好東西嗎 有些內地網民在微博說在江門 不是古天樂的 港門古天樂 我是港門古天樂 有沒有去港門古天樂 玩過嗎 窄窄的那裏 又不是大 好玩 港門古天樂說過 看到港門古天樂嗎 在江門那裏有個港式茶餐廳品質不錯 老闆就是古明華 不是古天樂 是古明華 而且古明華長住店內 說很親切 其實古明華 回大陸拍攝應該都可以 他不行 死了 為何我開始這樣說 他TVB應該因為叫紅 因為無線藝人很多都可以 但他拍了一部周星馳 收了人一百元 還給了一些煙汁人吃 打靶的那個 記得嗎 慶功水上飄 想殺我慶功水上飄 一個飛無腿導彈 射到炸到散了 充滿了 充滿了一塊水 放了他走 還有一張 還有一口煙吃 這個這麼敏感的劇情 這麼敏感的劇情 大佬 你真是說笑 糟了 他搞不定 古明華今年都59 一直以來都是二、三千角色 別人說他浮沉在陪圍的角色 那就是這些角色 那不是哪些角色 你做一線一定要是帥哥 你不帥哥也起碼要高 歐陽振華 你不要看他這個樣子 五尺三和五尺十相差很遠 古明華就是普通一點 那他… 藝人是一定有不同的崗位 他這些是要有的 在電影中 2012年巴不得媽媽演蘇姬 拿獎 最佳男佩 可惜一直都未被重視 好,無線的很有趣 他這次給了獎 你轉頭就沒什麼給你做 很有趣 那他呢 努力賺錢是個顧家的好男人 真是慘 女兒原來是十歲開始患的 腎小求嚴症 當時需要負擔每個月過萬的醫療費 一旦病發就全身水腫 為了賺錢醫病 試過五十個小時不眠不休地做事 幸好女兒病情穩定 她就放下心頭大石了 那他太太阿Te 就是早年因為遇上交通意外 說行動不便 那他也挺慘的 是啊 沒辦法繼續跳舞 古明華就揹起他城頭家的責任了 真是可憐 近年就積極北上賺人仔 但是你賺人仔 別人北上賺人仔 就拍戲賺人仔 做茶餐廳賺多少錢 不過別人說他很疼 小紅書那些介紹 在港湾那裡 據知餐廳二零二年下半年開張 價錢貼地 平民客販二十元人民幣 平民路線 這樣 看起來也不是大 哇 這些是辛苦錢 有時候自彈自唱 在那裡沖奶茶 可能 始終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想做飲食呢 你做藝人 做二、三線藝人 很多時候命運被人擺佈 你在一間店鋪的老闆 你就變成那一檔的監製 導演 男主角 跟別人有貼地的玩法 你看他自彈自唱 在那裡玩音樂 我那時候搞的小食店 我也是在門口 Busking 根本大家做的事情 的想法都一樣 不過我最後就 我不行了 我也是 開咪 他繼續努力 他說現在主力會在內地工作 不是移居內地 太太和女兒仍然留在香港 香港有工作就會回來 但是不行 我做這些茶餐廳很困身 希望他真的脫身 你脫身就可以了 如果當作穩定 有人來找東西吃 你不用在那裡也能賺到錢 那一檔生意就是你的 你開兩間、三間、四間、五間、十間都可以 但是你要坐在那裡才有生意 這樣就不行了 希望他成功 因為古明華其實挺可憐 2016年有肺結核 2020年膽囊問題又要做手術 整個膽被人切了 縫了十一針 大病之後 就深感體會 覺得對不起很多人 做人的態度有改變 希望多些關心和幫忙 看到他的近照 其實也不是太過 差的 也很肥 那就 對 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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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叫人斷食 不要 隨便 隨便 因為 很多事情都是 不然 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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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無線 ViuTV 這個MiuTV 走到無線 測師傅 收視無保證 成為ViuTV氣象 真可憐 收視失靈 淪為ViuTV氣象 和外國不是老公的男朋友 兩相無先 他搬行坦的廣東話和口頭神 師父愛你 觀眾認識 你們很久沒聽我這樣說吧 早前去年五月 有個叫風火雨膠七 風火雨膠七 扶平如潮 ViuTV 就是這樣 不行 其實不只是ViuTV 到處都是這樣 你這部不行就不能添食 放風說 TVB沒有找我 我自由身 他應該這樣說 我自由身 TVB沒有找我 昨天 MyTV Super 看到他 和我男朋友 在無線上亮相 有料到 我說他和ViuTV合作了七年 都被人烹飪了 很可憐 說有很多節目 其實他也是靠ViuTV上位 2022年只有15個廣告 15個而已 是吧 他2021年的時候 吹說有100個 或者是100個廣告 22年只有15個而已 那可能沒那麼紅 不是的 這些東西其實是講效應 就是你接完廣告之後 別人有東西翻 才行 有東西翻 要不然 黎明也會死 在廣告業界 聽我說黎明也會死 你知道我說什麼 廣告業界 說什麼 說咖啡 不要說那麼多 免得爆別人的東西 那就黎明之後也沒什麼 怎麼接廣告 喂 廣告就是 你起碼做完之後 要很多人付錢 那你就繼續有 七師傅的廣告少了很多 上年8月舉行一連兩場 七師傅都會唱笑會 絕對是黎明之後發展得最好 最全面的堪漁學家 你堪什麼漁學家 又是 這些 就隨便 你說是 ViuTV一向很重用他 不過他一次就玩完了 負評如潮 七師傅在網絡發文 為節目平反 說是生意 觀眾看到幾集 你明白當中的暗語 希望觀眾看得開心 暗語 還暗語 觀眾不想想 直接打下來 最好有粗口 我馬上看過台 不是為什麼有時粗口台 這麼多人聽 他不是要暗語 要人想 人們不想想 對著媒體的 網民的批評 小於以前 他們都不敢再罵 因為罵人會影響覆布 所以現在連批評都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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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說 不知道阿嬌精神還是什麼 原來你說他踢走 其實他本身是自由身 我和ViuTV沒有簽藝人的合約 我和ViuTV簽的合約 是每一次拍的劇集 這個合作 從來都沒有簽藝人的合約 我們自由身 我拍的都沒有所謂 好像我現在有個有線電視 找我做節目 哪間請我我還沒去 哪間節目找我還沒去 TVV是沒有找過我的 他之前是這樣說 但你賣TVSUPER 我見到他 懶了一塊 不知道為什麼懶了 七師傅上年10月在開電視拍個怪談 駐場加編 不過有線電視現在玩完 七師傅做完之後 連有線電視都接了 這麼厲害 一早推他出來便咳到有線 所以說 現在任何謀線的節目 找他 誰找他都可以 上到TVV如遠與常 這次媽媽叫他鬼佬男朋友 節目叫做找鬼做男友 哦 即是說這些鬼佬的 會不會 即是 講一下那些鬼佬的尺寸 鬼佬很厲害 有時候有些藍廁見到 不過 已經有軟皮蛇 這樣 正常 見到我軟皮蛇 見到我硬框 嚇到我 見到七師傅最緊要硬框 問問那些鬼佬 是不是紅毛鬼 揍個藍瓜 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知道 要一些用家才知道 好 講一下中年好聲音 吳偉豪的爸爸吳大強 成為冠軍的大熱 吹口哨 剛才未開聲 現在吹到 不是 真的要去到 去到那個門才吹到 原來 音樂不是說你啊你 對的 可以的 要想一想 原來的音樂 好 TVB 這些叫做選秀節目嗎 不知道 唱歌節目 完成四輪比賽 參賽者只剩下16個 還是16個 16個了很久 我多喜歡 有個人唱歌的聲音 很鬥沙喉 那個唱歌真棒 那個唱歌真棒 他一開聲就贏了 是的 那個level厲害很多 不過現在媒體不是炒這個 炒 吳大強 吳偉豪的爸爸 71歲 說他大機會殺入決賽 甚至爭冠軍 說肥貓很頂戀他 很喜歡他 他唱浪子心聲 那你問我 行不行他只有89分 他們對著年紀大些的 比分會比較鬆一點 當然有些人說很有魅力 如果他不是71歲 他是17歲 那些人就會批評他 但是 不要說了 算了 不說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唱歌 比賽根本就是雞蛋 要挑骨頭的 要挑一定有東西挑的 張學友也有東西挑 容祖兒也有東西挑 吸氣聲 誰有東西挑 所以 你做個節目 別人觀眾喜歡就行了 唱歌不用好聽 做歌手 那 吳爸爸一定比MIRROR 他好聽那些現役歌手 你還想怎樣 他一定有韻味 但你說是否那種韻味 一定出來就很棒 我覺得唱歌很有韻味 那個 我覺得那個會獲冠軍 但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唱歌的聲音 那個豆沙喉 我知道下面 你知道我說誰 因為你們一定要經常看 我不是經常看 看到報紙 看到他唱浪子心聲 浪子心聲的歌 不是很難唱的 但要唱歌的味道 都不簡單 浪子心聲 那些瓷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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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許冠傑 我覺得劉德華也唱得不錯 和張家輝拍的那套 《賭合1999》 那時候其實也研究 原來過了24年之後 還可以 還可以 真是 懷舊永遠都不過時 那說到 說他很帥 肥媽說他 肥媽真的 這個會不會是第二春 不是的 應該是第六春 應該是 說一下彪哥 彪哥哥屬於舞台 擺明是吶爆 吳大強直言 口琴只是演出前一個星期才買 鼓起勇氣上台 口琴不是那麼難的 不是那麼難吹 如果吹幾個音 原來會加很多分 因為那個味道很重要 我以前有個舅父很喜歡吹口琴 說到吳大強和他老婆都是公務員 他們的小兒子就是TVB力捧的吳偉豪 認識他 是雀仔豪 我回家 朱靈靈 吳大強夫婦四個兒子 英俊高大 最英俊是做明星的兒子 吳偉豪是他第三兒子 最小的兒子是兼職模特兒 那個款式 爸爸遺傳得好 爸爸是小一點的 因為以前的人是矮一點的 一代平均會高5cm 真的差不多 那他爸爸的款式就遺傳 最漂亮就生出朱靈靈 你說行不行? 其實沒什麼的 只不過觀眾能吃到的情懷 是不是很成功的 節目當然是成功 但是你說是不是新意 這些不是新意 這些是懷舊 這些是懷舊 賣的情懷 你吃到情懷就可以了 不用下到新的東西 好像七師傅 你們都不知道我們在試新的東西 我們有些顏語 暗的春日語 誰看你暗語 你有話你就說 是不是 你不用一定 其實汪明荃唱熱咖啡 你當學七師傅 唱 熱咖啡 我欠到錢 他都會紅 一樣會紅 他不用弄這麼多新的東西 那你吳韋豪的爸爸唱的那隻 浪子心聲 都是銷售情懷 這些節目銷售得到的觀眾就好 是不是 沒有說好不好 適合看就可以了 適合看 不過有人說 電視的節目 它是無線的悶 那些什麼檢討 ViuTV太多藍團 神經病 多如說 太多藍團團當然 ViuTV浪費鬼氣 那 TVB你說他悶 悶是一個很主觀的看法 什麼為之悶呢 千篇一律 他也是這樣 他是 歌唱比賽 他也是 又是歌唱比賽 然後他外回家 外回家 東張西望 這些是系列 悶悶是你覺得的 有人覺得不悶 如果他真的悶 就自然有人會被觀眾淘汰 那不是的 所以這些沒得說 你覺得那個悶 我都覺得ViuTV的東西悶 那不是說TVB不悶 你也要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但是這個很主觀 你不能夠當是一個事實 有些人覺得不用這些節目悶 有人覺得很好聽 你覺得而已 很主觀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聊 拜拜